在日本職場有一個請人準則 叫做顏彩用 就像我這麼美女的人會馬上請 但不知道這份工作是做什麼的呢? 我聽過一個叫做掃顏彩用 不是掃顏上班 而是會拿你的社交媒體 看看你是一個什麼人 讓我自拍, 先鋪上去, 你看 顏彩用, 掃顏彩用, 不錢 這間日本公司就不同了 他們請吃見工飯 誰吃得快就聘請誰 對這件事我很有信心 下一, 麻煩你這個飯盒 不說不知道 原來日本有這麼多奇怪的見工準則 師傅, 我想問你 如果你請人, 你看什麼呢? 你們現在一人發訊息給我 我們很熟悉了 也要的 也要的 要看看的 完成了 我發了 什麼事?給我豬, 我當作豬頭嗎? 不, 我選了我最喜歡的公仔給你 我真的請人 首先不顯示時間的 我一定不請 我很討厭別人, 因為不顯示時間 因為在我來說 也看不到你, 有沒有看到我的訊息 還有那些一定不藍剔的 我是很喜歡看人家幾點起床和睡覺 別人, 很容易遷 幸好我有開 所以一定要有這個, 你有嗎? 我沒有 就是, 為什麼不開呢? 那些人們懶神秘 怕被人追蹤到 這些一定是鬼鬼祟祟, 偷幻祟的 偷幻祟 對, 平時女生會看到 我容許私人電話 但我覺得公司電話真的要讓人看到 因為譬如我們以前找記者 都會看一看 人家昨晚三點才睡 你就不要現在發訊息給別人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細心的程度 看看你們發什麼內容 第一次跟別人打招呼也好 或者什麼都很重要 欣欣, 你要不要這麼熱情? 要不要六個我愛你, 五個我愛你 大家有多熟 很開放 做多一個 真的, 給你一個早晨早安 太多表情, 我覺得… 如果做事來說, 你就不要了 你做這麼多豬頭嗎? 你捧著頭, 你就拍死我嗎? 你覺得這個樣子挺可愛的 我們認識你 正常一點 第一次接近別人的時候 正正經驚 我真的很懷疑, 很害怕你們見公 看不到, 幸好這裡聘請你們 我也很害怕 我也很害怕 你也怎麼辦? 真的… 怎麼辦? 那怎麼辦… 我們有職場達人, 是嗎? 我們請我們的職場女王, 神姐出來 我們首先歡迎神姐, 九陽大人 謝謝… 剛剛玲玲姐說完她的請人準則 就看看她有沒有拉線 我想問神姐, 你的請人準則 又是什麼呢? 她想要一份工作 她有沒有很渴望? 她找工作, 其實她是否真的想上班 她是否真的想要一份工作 還是要看看有什麼, 發財 因為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浪費了很多時間 根本她不是認真要一份工作 她只是過世藝 你去看一個編劇 或你看她寫的時候 看地址或看什麼會知道 再提醒大家 根據現在的私隱條例 你們是不需要提供地址的 好… 也不需要告訴我, 你是男還是女 好嗎? 但如果我看到學歷很好或怎麼樣 你會希望給一個機會 可能她需要這個機會更多的人 以前地址, 我真的見過 我也做過一位秘書 也知道老闆真的會看地址 你說得對 一看到就不是歧視屯門的朋友 或者遠一點 這個不要請, 一定會遲到 因為住得遠 最好是在公司附近的人 但你別以為你住在山頂那裡 就不請 這麼有錢, 我覺得你來打問 為什麼待會兒做又不做 通常有錢的朋友 就會把自己寫低一點 別說自己住山頂 如果你有其他房子收租 就隨便寫一些大型屋苑 正常一點是有的 還要收起來一點 是, 如果你住得遠 也不敢填 以前屯門 因為屯門路還沒做好的時間 是長期塞車的 大約一個星期 你一定有一、兩天是遲到的 然後… 因為做了三宗 然後老闆心想 不要, 待會有什麼事 當然是叫公司附近的人回來 好, 要接應的話 你遠遠成這樣 原來現在已經進化到 不需要錢弟子 不會知道未來的工作人員的背景 我們以前都是這些豬絲馬跡 只會知道 去到最後 他住在你旁邊 他是遲就是遲的 是呀 但是除了你說他很需要一份工作之外 你覺得哪些人建工的成功率是高一點呢 哪些條件 認真 認真 是 因為認真是一個最基本 只要你認真 你就會知道這份是甚麼工作 我要準備甚麼 只要你認真 你當自己是一回事 我覺得很多時候去建工 我們擺錯了, 捉錯了用心 就是想想我怎樣去 蓮蓮師傅會喜歡甚麼呢 熊仔以為會喜歡甚麼呢 但其實你們忽略了重點 其實我請你, 你是甚麼 你是誰 所以認真是甚麼 對自己認真 如果你這份工作 我隨便的 你不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有否有理由 可能你要第一次印象 第一次面試過的人 有甚麼細節看得出來 他認不認真 對自己負責任 有否立了頭 是否立了頭 對, 可以怎樣看這件事 你走進門前 其實我已經知道你行不行了 是 我們會去看的就是 你走進來, 你看誰 你對著人的時候 你走進來是… 你做甚麼? 鞠躬 還是你走進來 你會跟別人說早晨 你會有禮貌 你知道一個人, 你看眼神 你看看, 他是有目的而來的 只是剛好路過的 你能否感受到 感受到 但因為你是第一層 然後你再會丟他給不同的公司 不 其實見到我, 你已經是很幸運了 因為有感受 因為基本上你來不到我 因為我們去做Heading 那時候我們最想 你沒有一球年薪 我也不會見你 那你有多少一球年薪 即使你有一球年薪 也不等於我會見你 其實你怎樣對我的同事 你怎樣對下面的保障 別人斟茶給你 問你那時候你怎樣回答 九天八天 其實已經反映的是什麼? 反映的是你的人的質素 你的修養 尤其是越去到一些高級的職位 你的人是一個什麼人 你的質素, 你的修養 又是這樣的 穿穿工的, 有穿穿工的 話說我也不約, 好嗎? 但是… 穿得穿… 但是我會在那裡看到 什麼型的公司需要這樣 譬如你去日資公司, 你串串共 你也不用見, 要花什麼時間 但如果你去美資公司, 說什麼 要很能打得很能看得 可能就是那人走出來 一身火的店 對… 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去觀察 不過一般來說, 我們要去找工作 第一件事, 你不得人喜歡 也不要惹人憎 對吧… 所以… 根據 所以這是最基本的 就是你的態度, 是否女女大方 神姐說最主要是態度和認不認真 如果我們問問大家 你覺得最重要是聘請人的 是什麼項目呢? 你們覺得… 好, 大家先拿電話出來 我們一起練一下 看看這個世代是重視了什麼 看看… 有什麼, 俊男, 俊男, 俊男 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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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男 對鞋子漂亮 用力握手 準時態度 準時基本 才不放上, 用力 學力, 用力握手 不要手震… 別手震… 不要緊, 上頭而已, 看樣子 你是低胸衣服 低胸衣服 很鮮定, 長腿 香水不臭, 早到… 我很差別人很早, 因為有壓力 她吹來的 我可以跟阿玲玲 就是那個早度 大家以為我這麼早就這麼早 有什麼原因是你有沒有想想 我見一個跟下一個之間 我們有一個距離 但你有沒有想過 之前那個人你可能會認識 有會你撞到一些 譬如我們特意安排 讓你們撞到 坐開 而且你對對方來說 是一個不禮貌 因為你還沒準備好 我正在做工作 早幾多呢? 五至十分鐘左右 對, 很合理 尤其是天氣很熱 你去見工, 早一點去到 穩定洗手間 有什麼東西都好 涼、冷氣 很舒服, 別人見到你 喂, 贏一半 我想問, 用力握手 有沒有這回事 用力握手 大家看過這部劇集太多 就是以為誠意 誠意 如果這樣說 你找大隻佬才能聘請人 對吧? 最基本的 你的手要握手 還是要握到對方的手 寧願師傅, 這隻手擁有 就是這樣, 那些是握手指 那些不是叫握手 不握手的意思是 我一隻手跟對方一隻手 有一點力量讓他知道 對, 就夠 我保持你的手 我又很不喜歡人家 不斷碰一下 原來我覺得很沒誠意 但我又很討厭人家一手手汗 最怕那些一手手汗 你騙不著 你又抹又不是, 洗又不是 你說手汗這一下, 沒辦法 有時候真的天生 有些人的手汗特別多 對, 那你就不要騙人家 我現在整隻手都濕了 真的特別多 所以可以做的是什麼呢 你真的可以跟別人說 拿著手筋拿出來跟別人說 對不起, 我的手汗很厲害 我騙下去弄濕你的手 不好意思 我寧願你說 很貼心 我還會說 其實我剛才看細節的位置 你告訴別人, 我有這些問題 但我願意坦白 而不是阻閃又縮 那個大方和態度很重要 試一下, 行, 看看怎樣才算好 我要抹一抹你的手, 不好意思 神姐是腰頭高 不是, 她很緊張 她握在手上, 我已經知道她很緊張 她是僵硬的 其實跟別人握手前 自己動一動, 放鬆手指 放鬆, 尤其是你的手 假裝攻勁, 你可以先收手在後面 神姐來了 假裝攻勁, 放手在後面 好, 然後再伸出來 還有, 我沒有跟你握手 你不要自己揉手 好 是嗎 學到東西, 明白嗎 好, 好, 好一點 但你還是很緊張 是 即是說地位高一點 應該先伸出來嗎? 剛才她一來到, 是你先握手 因為這裡是你的主場 因為對我來說, 寧永姐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她是否高我 我也不知道她會否覺得怎樣 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 一來到, 還沒看到她 神姐還沒到, 我已經聽到她喊 第二, 她會立刻站起來 第三, 她會主動伸手捉著我 這些全部都是加分 好, 學到東西… 我有工做了, 你們就慢一點 慢一點… 來…示範…實習吧 好… 很好 對女生來說, 你的力度和那個… 你沒有她那麼緊張 好 陳姐, 你好 你好… 都很好, 兩個女生的手機 因為我也是女人 我令她很緊張, 真的很漂亮 是, 絕對是 對… 對… 好… 好…